如果你还相信读书能够改变命运的话 如果仅凭一本书就能够改变命运的话 那么我推荐这本书《众数的人》 当然了 我知道我这句推荐语是显得很有明目张胆的夸张之显的 仿佛目的性极强的希望每一位读者能够看完这篇文章 而这其实严格意义上都算不上是一本书 因为它只有五六千字 是我自己数的不一定准 这种薄薄的单行本 陆文斌教授邮寄给我的时候 我竟误以为是邻居家给小孩买的童书 那么这本书究竟魅力何在呢 与其说是魅力 不如说是生命力 生命力 企业家与生俱来的自我坚韧和进化的力量 创业如同进修 最后能走多远 长期来看一定不取决于企业家的背景 经验和资源 而取决于它是否自我认知 自我忍耐和不断进化 这是关于生命力 长期主义和时间的故事 这是关于绿洲的故事 以上这段话 摘自众树的人的推荐序二 作序者是张金健 我上百度查了一下 好像是一位投资合伙人 怪不得 他的推荐语 那么入实 而具有 幸福力 其实任何渴望用书本改变命运的企图 都是迟行妄想 但是这本书的确给我带来了 一些极具震撼力的改变 表现如下 第一 看完之后 我连续几天 不看书 不写作 只做一点零散的必要的事情 却不觉得 是在浪费时间 第二 我陪伴了我的蓝猫五天 他生了肠胃炎 我把他的猫纱和粮食都挪进了卧室 以便他不被其他的猫咪打扰 原来 猫尿混合着 闷至空气的味道 并不比香水差 而且 不刺激人 第三 我学会了打麻将 因为我九十岁的老爷 天天嚷着要吃一桌麻将 我打算陪他打 我是在手机上学的 每天练习好几个小时 他没有觉得自己 玩物丧志 第四 最近我每天都会在院子里 捡只除虫 北方秋日的寒冷 却能催开院子里 更多的玫瑰和绣球 而毛毛虫 居然还活着 今年三月份 我花了四块钱 买了两只雏菊 泡在水里长出了根须 我把它们种在院子里 秋天 它们居然长成了一米多高 居然 还准备开花 我刚刚在百度上认识的 这位张金健说 这是关于绿洲的故事 那么绿洲是什么呢 绿洲不是烂俗的情怀 不是温吞的鸡汤 更不是什么无关痛痒的治愈 而是一种 能够止吸你内心深处蠢动的 欲望之疼痛的 在荒漠上 涌起的气浪 无论如何挣扎 生命总要被消耗殆尽 但如果这个过程中 能够种下一棵树 再种下一棵 接着一棵的树 这些树滋养了沙漠 这些树就拥有了 救赎的力量 更多的关于这本书的感悟 还是看我师妹 张燕廷的文字吧 它比我体会得更深入 大家好 我是上官文录读书会的主播 燕影 当我第一次拿到这本书 我对这样一本 秀珍的小书 产生了好奇 想象着 在这本书单薄的身体里 会蕴藏着怎样一个故事 一个种树的人 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会不会它也如小王子一样 住在另一个神秘的星球上 并种下了一些奇形怪状的树 又或许它种下的树 如青鸟中的 蒂蒂尔和米蒂尔 遇到的那些张牙舞爪 能说会到的树 种树的人 亦如生活中所见 普通 寻常 如若不增加点想象和梦幻的养料 用什么抓住读者的心呢 直到读完这本书 我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 我低估了一个简单而朴实的故事中 蕴含的巨大能量 法国著名作家 让吉奥诺的 种树的人 讲述了一个孤独的牧羊人 在一片荒原中植树成林 创造奇迹的故事 故事的叙述者 我 独自一人 徒步于荒无人烟的 阿尔卑斯山区 这人际罕至的山区 仿佛是被上帝遗弃的一个角落 水流干涸了 村庄废弃了 生命的迹象 消失不见 在这样的环境中 我看到了一个荒原中的黑影 牧羊人 牧羊人解决了我当下的生存困境 也让我更多地了解了她 原来牧羊只是她的第二职业 她的第一职业是种树 我第一次见到她 是在1913年 她55岁 种树的第三年 此时 她的橡树刚好三岁 种下的十万棵橡树 存活了一万棵 在放牧之余 她将之前悉心挑选的 完美的巷子 一颗一颗埋下 让这荒芜的布毛之地 暗暗地怀有了生命 她是一个单身汉 曾经有一个完满的家 她的妻子和孩子 不幸离世后 她才来到了这里 她居住在用石头 筑成的货真价实的房子里 房间里物件整齐有序 一尘不染 她个人干净整洁 看上去宽厚有理 她大多数时候沉默寡言 用心笃定地做着她认为 有意义的植树之事 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 一个人总是会 一直眺望一个目的地 才能努力跋涉 这个目的地 就是某种意义 读书的目的地是职业 经商的目的地是财富 恋爱的目的地是婚姻 没有目的地的努力 被视为无意义的忙碌 而一旦无法走到目的地 脆弱的人便开始被失败的阴影 所笼罩 自叹时运不济 可若是走到了目的地 又会被欲望满足后的空虚 无聊所折磨 痛苦的钟摆 一直来回敲打着人的心脏 而种树人 懂得一种简单的幸福之道 因为他的目标 不是种够五万棵 亦或十万棵树木 他心中所想的 只是改善这片土地 荒芜的状况 他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 亦或说 他的目的地就是种树 种树的意义 就在于种树本身 因而当资历尚浅的我 向他描绘一幅 未来的美丽画面 三十年后 这十万棵树将出落得 郁郁葱葱 他却轻描淡写地回答 如果上帝愿意给他三十年 他会再种很多树 这一万棵树 到时候就像海里的一滴水那样渺小 变化的过程 带于静止的结果 那个所谓的目的地 已融化在流动的 时间河流当中 种树人 是流逝的时间中 静止的一点 是荒芜而单调的荒原中 一棵孤零零的树 沉默而笃定地埋下生命的种子 三十多年来 一如我所见 种树人在彻底的孤独中 从事着这项事业 周而复始 他将一粒粒朔种埋下 不慌不忙 不焦不躁 时间也奈何不了 他执拗的坚持 在这人际罕至的土地上 他在这种慢节奏的生活中 独自品尝着快乐 在寂寥的环境中 享受着他的沉默 他从不觉得 这样的生活单调乏味 当他种下的树木 吸引了护林员 代表团 狩猎者等外来人员时 他则在人烟更稀少的地方 默默种树 生怕别人来干扰他的生活 舒本华说 一个人只有在孤独的时候 才能成为自己 种树人的孤独是饱满的 他在自己的寂静天地里 快乐而自由 在绝对的孤独中 寻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获得了心灵的宁静 他孤独着 也幸福着 这样的孤独 让他获得一种 庄严的健康 在平和而规律的劳作中 在清新而自由的空气里 他的身体愈加健朗 心灵愈发安宁 年龄的阴影 没能笼罩在他的头顶 时间没能阻止 他劳作的脚步 他始终执着于他的事业 他的生命力 如同他种植的林木一样茂盛 在梭罗的瓦尔登湖中 独自隐居瓦尔登湖畔的梭罗 亦在简单的生活中 畅想着一种 决然的孤独 远离了城市的喧嚣 和密集的人流 梭罗在简单 规律的劳作中 在优美的田园风光里 在寂静的自然环境中 领略到一种 超乎寻常的 真理之美 在孤独中 梭罗写道 夜幕随着牛蛙的喇叭声 缓缓下垂 湖面上随风飘来了 文母鸟的歌声 风过处 赤阳和白阳叶 在空中瑟瑟作响 自觉与其合而为一 令我屏住了呼吸 然而就像那湖面一样 我宁静的星湖 也只是被吹起了 小小的涟漪 在这寂静的独处中 它感觉 好像有自己的太阳 月亮和星辰 有一个完全属于 自己的小天地 只有在孤独中 我们的心灵 才会变得格外的敏感 我们的嗅觉 触觉 听觉 会变得格外的灵敏 我们的心灵 会在宁静中 回荡着一阵阵喜悦 懂得享受孤独的人 是幸福的 学会和孤独相处后 孤独会成为一个人 最可靠的伴侣 孤独带给人的欢乐 是无法在人群中获得的 孤独是自己与自己 对话的过程 能让一个人的灵魂 更为风盈 精神更加饱满 所以 种树人才会在一种 恶劣而荒芜的 生存环境中 感到幸福 在一次次种树的挫折中 没有被失望打败 他拥有孤独的幸福体验 领会简单的幸福之道 在荒芜的生命中 创造了一片绿洲 当经历了战争后 疲惫的我 再次踏上 种树人所在的那片荒原 种树人已经六十岁 一个宾于养老的年纪 但他却更加健朗了 他的事业 在他调整后更加壮大 他减少了羊羔 增加了蜂巢 至于我想象的一万棵橡树 已被浩浩荡荡 延绵十余公里的森林所替代 树木不仅有橡树 还有山毛菊 白花 长得健壮而茂密 河道里重新流动着河水 草丛 花谱 垂柳 像魔术似的变了出来 这是一个不起眼的 孤独的种树人 创造的奇迹 但别以为眼下的一切 会让他就此安享晚年 他始终不停地种树 1933年 75岁的他 搬迁到离家12公里的地方 重建了石屋 种植山毛菊 1935年 77岁的他 在30公里外 继续种树 这一年 因战争导致 他最早种下的树 被砍伐 但他毫不知情 1945年 他87岁 在他的持续种植下 曾经荒芜的土地 已经不见踪影 直至1947年 89岁的他 不得不被死亡 阻拦了种树的脚步 在他不停止地种植下 一片荒原 变成了幸福的棋居地 重回了生机与闲事 幸福的农场出现了 古老的泉水复活了 悠然的村庄重现了 节庆的气氛复苏了 甜美的生活开始了 一片荒漠 变成了迦南之地 简单的劳作 一日四一日地重复 他沿着时间的轨道 投下了一粒粒种子 一点一点 长成参天大树 再汇聚成一片森林 形成一个绿色生态系统 生命在持之以恒中 创造了一个奇迹 每每我们感叹于 生命的渺小时 恰是对自己 不作为的一种托词 图格涅夫说 我们的生命 虽然短暂而且渺小 但是伟大的一切 却正由人的手所造成 人生在世 意识到自己的这种 崇高的任务 那就是他的无上的快乐 生命在时间面前 无所逃遁 只能认认真真 沿着时间之旅 去拨下一颗颗希望的种子 渺小的生命 无需渴求伟大 但可以无时无刻 一点一滴创造伟大 一如种树人 爱勒泽亚尔 一日复一日的种树 他不在意树木的存活率 与环境的恶劣 也不需求某一天 会创造一片森林 但美丽入土的种子 都是奇迹的开始 这让我想到了电影 《阿甘正传》 呆傻的阿甘 无异于世俗的成功 却成为了橄榄球明星 成功的企业家 跑步横跨美国的名人 他身上拥有的这些光环 正是得益于 他的简单和坚持 法国作家 让吉奥诺这本《种树的人》 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小故事 唤起了心灵的希望 让人领会到幸福的真谛 故事叙述没有所谓技巧 一如种树人 没有种树的技巧 一切都在简单中流荡 在平凡中 让人领会深邃的人生意义 眼眷而思 或许我们明了 在自己耕耘的领域里 做一个不问结果的植树人 并可在平和的幸福中 创造一片森林